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 经常会让人猝手不及 不过云林斗六警分局的正媒女警 传授三招超实用的脱困防身术 要教大家面对危险时 如何保护自身安全 女警亲自传授 遇到危险跟性骚扰 三招脱困防身术 常见状况就是被正面雄抱 首先用额头撞击对方鼻子 挣脱束缚后 接着用膝盖狠撞对方鼠膝部 如果遇到的是背后环抱 一样先撞击对方头部 顺势弯腰抓住对方的小腿 往上抬让对方失去平衡 摔倒在地 用自己全身的力气 自己天生最硬的地方 攻击对方最弱的地方 要是手腕被抓住 就直接旋转手臂 把手肘翻到对方大拇指的方向 最简单又有效的反击 也可以抓住对方的手指 然后用力扭转掰开 大部分的女生力气 原则上比男生的还要小 如果长期拉扯对抗的话 对一般的女生来讲是比较不利的 推开以后就要赶快撤退 通常遇到危险状况 受害者力量拼不过袭击者 因此防身术最大功用 不是骄人正面硬碰硬 而是找机会攻击对方要害后 替自己争取脱逃时间 保护安全才是最重要 结果生意 原来报道